欢迎回到诗诚有诀 生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所发生 容易造成 大家把这个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还有一些小习惯 甚至所使用的一些物品 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摄影师陈建龙 他就从日常的琐事中抽身 透过镜头 把大家的习以为常 变成非比寻常 那位对新加坡文化 情有独钟的陈建龙 他也喜欢把本地的元素 融入到人物的摄影作品里 好 我们一块去了解 陈建龙是如何以 奇特和灰鞋的艺术表演手法 来诉说新加坡人文故事 同时把他的想法和内心的感受 传达出来 一般画家都用色彩画质 去呈现作品 而我选择用灯光跟模特 去表达出我想说的故事 我喜欢挑战传统的事物 用新奇的方式去重新诠释他们 我不会把配品看得太重 反而我会感激他让我有一个 能对话跟思考的空间 头部放上怀旧食品 身体装上日常用品 这些照片看似荒谬 但它们却是有含义的 每件作品都在诉说着 新加坡的人文故事 让人看了有种亲切感 而幕后工程就是陈建龙 陈建龙约十年前 毕业于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 念的专业是传媒设计 当初摄影只不过是他的兴趣而已 直到2013年 这兴趣转变成了他的事业 我们享受拍摄的过程 中国摄影能把我的想法 和内心的感受传达出来 我会搭配灯光跟道具 然后表现出一些 比较有艺术的概念 对新加坡文化情有独钟的陈建龙 喜欢把本地元素 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 他曾经推出了一系列的 国庆日摄影特辑 索性把生活日常用品 放到了模特儿的身上 相当前卫 我一直以来都很想 捕捉到新加坡人的精髓 我就在2016年 做了这个叫做茶博的系列 它是拿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还有小贩文化的小东西 例如那些外带的包装 跟拿到的那些酱青辣椒袋 还有祝君早安的那个毛巾 放在摩托身上当成是配件 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 能让大家放慢生活的脚步 去体会到一些 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 会错失的小细节 藉此让他们能欣赏 跟珍惜这些新加坡的文化 因此把新加坡文化融入到作品 成为了陈建龙最大的摄影特色 第二年他选用了一些新加坡怀旧临时 当成本地创作歌手蔡延娟的服饰配件 用一种复古情怀去庆祝新加坡52岁的生日 陈建龙的创意不止如此 2018年他乘胜追击 甚至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我就想哪些新加坡人的特色 做成一些人物 然后组成一团 做成一个新加坡版的超级英雄 好像我们新加坡人喜欢用纸巾去沾位置 中间有一个是叫Lady Chope的 它的超级能力是能够霸位置 我就想跟新加坡人说 与其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就做自己吧 我觉得很多媒体把新加坡都做成很华丽 很完美无缺 我就希望能用我的作品 把新加坡人更真实的一面表达出来 陈建龙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 因为是它们让新加坡变得多元与独特 然而这种奇特和诙谐的艺术表现手法 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我有一个拿于孙来做成概念的一个作品 其中就带了一个跟Donald Trump很相似的一个红帽 有人就留言说为什么要支持Donald Trump 其实我也只不过要推广于孙的人文历史而已 我这个作品是在于孙的一些旧的商店 它有组屋里拍的 你可以看得到那是一个很经典的本地人组屋的厨房 为了让作品更加独树一致 陈建龙也大胆地使用灯光 他善用霓虹灯去营造出层次多变的效果 藉由颜色和光线来传递不同的情感 在这社交媒体里面 我们每天都能看得到这么多的照片 我希望在其中能脱颖而出 只有吸引到他们的注意力 还有他们的眼球 才能表达我作品的意思跟信息 无论是将传统同心包装 或是把平凡变成与众不同 陈建龙无畏外界的眼光 坚持把自认有价值的事物 用相机把它们转变成不朽的艺术 以此一简 OK 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 能让更多人看到新加坡的文化 也希望新加坡人能够做自己 还有对自己的文化能应为傲 好 那么今天的时程有别 就播到这儿 欢迎您浏览巴世界资讯娱乐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